刘嘉玲丢下梁朝伟坚强不了 医生尽力了 梁朝伟不甘心 脑部不断出血中风全身不动 不敢相信这一切会发生 全家痛哭不能感动上天让人崩 前段时间 黄毅清因贩毒被判15年 网上一片叫好声 还有网友跑到黄毅 亲前期黄毅微博下留言终于大愁地爆了 大快忍心 15年 终于可以安静了 黄毅清口碑如此差 令人感慨唏嘘 然而 黄毅清会有今天 可以说一切都是就由自取 俗话说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整眠 男女之间的感情 从恋爱到走进婚姻的殿堂 共组家庭 要经历一个多么不容易的过程 感情破裂 婚姻走到尽头 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 但即使如此 也不应该撕破脸皮 将所有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公众面前 而黄毅清做得最过分的一件事就是 不仅让前妻的演艺事业断崖式下滑 还在网上曝光了前妻的私密照 这种行为和渣男有何区别 夫妻之间 即使感情走到了尽头 做不到一别两宽 其妈也珍藏曾经的美好回忆 井水不犯河水 而与黄毅清这种渣男行径比起来 梁朝伟和刘嘉玲的爱情更让人动容 人生至爱时刻 幸好有你 时光回到1990年4月的一天 那天 曾志伟家开party 邀请了刘嘉玲 刘嘉玲是资深麻友 酷爱打麻将 有这样的局 又是朋友邀请 自然没有不去的道理 应邀而去的刘嘉玲没想到的是 车开到停车场 刚下车就遭遇了绑架 四个标形大汉 如同电影里的黑社会人物 蛮横地将他塞进了车里 惊慌失措的刘嘉玲 被带到一个荒芜的地方 几名大汉将他的衣服扒光 拍了几张照片 随后警告了几句扬长而去 被绑架的原因 后来刘嘉玲回忆说 是因为当时香港黑社会横行 很多艺人明星都被迫去拍一些 自己不愿意演的电影 而一向性格刚烈的他 拒绝过很多次 黑社会头子对自己心怀不满 是想通过这次绑架给他一点教训 杀鸡儆猴 得知被绑架的消息之后 男友梁朝伟迅速打电话给曾志伟 大家商量了一下 决定报警 刚报完警 刘嘉玲却出现了 他神色憔悴而又慌张地说 自己被劫裁了 身上丢了一块名贵手表和一些现金 还要求梁朝伟和自己一起到警察局销案 事情就这样被压了下来 可是 没想到 才过几天 梁朝伟拍戏回家的时候 被陈慧敏拦了下来 陈慧敏练过舞 当过警察 还混过黑社会 并且在这个圈子有不小的威望 他将几张照片递给梁朝伟 并告诉他 几个拍照片的小混混 已经被送进监狱了 梁朝伟打开信封之后 大吃一惊 里面是刘嘉玲的三张裸照 原本以为随着几个小混混的入狱 整件事会随之过去 没想到时隔几年之后 出狱的小混混 他们发现家里还有一张刘嘉玲的裸照 就卖给了当时的杂志社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仅如此 黑社会为了逼刘嘉玲就范 搞臭刘嘉玲 还专门找了一个 长得很像刘嘉玲的女生 拍了不雅视频 制造刘嘉玲被强暴的消息 将刘嘉玲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 那段时间 刘嘉玲情绪几乎崩溃 将自己关在家里 一言不发 也不吃东西 看到女友如此憔悴 梁朝伟心里很难过 专程留下来陪伴她 轻生细语安慰她 在出去拍戏时 又叫来身边要好的朋友 陪伴刘嘉玲 深深地感动着她 多年后已经释然 原谅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东周刊将刘嘉玲的照片 公布出去之后 受到了香港艺人一致的声讨 张国荣 梁家辉 成龙等明星大腕纷纷走上街头 手持自排 声援刘嘉玲 指责杂志社的卑鄙行为 很多市民也纷纷响应号召 围堵在东周刊公司门口 讨要公道和说法 同时 也邀请了刘嘉玲一起站出来 为自己的名誉权斗争 当时陷入崩溃的刘嘉玲 犹豫再三之后 还是选择了站出来 戴着墨镜 大声向东周刊宣战 我比我想象中 更加坚强 所有困扰和愤怒 我都可以释放 在刘嘉玲最难过的时候 梁朝伟默默坐在他的身边 告诉他 这个圈子这么复杂 我们就离开吧 你想去哪里 我就陪你到哪里 人家说 爱一个人 不需要山盟海誓 最重要的是长情的陪伴 和在遭遇困境时的相濡以沫 经历过裸照风波之后 刘嘉玲变得更加坚强 对于那些想阴谋搞垮自己的人 他已经逐渐释然了 因为每一次打击 都是一次成长 而成长中 幸运的是 还有那样一个人对自己不离不弃 对自己温柔以待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并且 在一起经历过那段不堪的往事之后 梁朝伟和刘嘉玲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最终一起走进了美好而幸福的婚姻殿堂 结成连礼 而今 刘嘉玲更是成了梁朝伟的贤内主 在事业和婚姻上双丰收 多年于影后擦肩而过的他 还在2010年凭借 《神探敌人节》中武则天一角加冕影后 达到演艺事业的巅峰 所有的苦难都会迎来黎明的时刻 所有的不堪都会在岁月里云淡风轻 唯一不变的是 有那样一个人 值得自己去窃窃守候 而那个人是梁朝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